先感謝劉老師還有我們所長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算實際算我們工作坊系列的一部分 我們有所謂的職化跟電話研究的工作方 這個是我們工作坊系列的一部分 然後也非常榮幸歡迎到劉老師 他是大家看過廣告就知道 復旦大學的哲學院的老師 那今天來講 雖然一共是佛教公共外交 那其實這個東西他是超越宗教意涵的一個主題 那很多的很有趣的面向 我上次是在一個討論 內部討論會場合蹦到劉老師 然後他跟我們講的非常有趣的很多 就是說其實因為老師在大陸工作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內部的一些討論 是我們外面的人很難想像很難去瞭解 所以我想為什麼說這次方法論一部分在於說 劉老師個人的經驗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寶貴的資料 就是讓我們外界知道說 在整個整個中國大陸這個治理體系以下 他對於宗教 對於世民社會 對於說這些涉外的事物的 很多很多層層面面的一些政策的形成 跟他內部的討論的一些想像 其實有時候跟我們的教科書上的描述東西有段距離 那我們怎麼去正確理解他 其實就是我們這一個演講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那就廢話不再多說了 那我們就請劉老師 我們有一份獎鋼 對 就是如果同學有看到 應該都有拿到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請劉老師來開始分享 謝謝 謝謝王明老師也謝謝所長的邀請 在座的同仁還有同學這個文 今天的題目叫中國的普教公共外交 那我其實是特別取了一個比較 含糊跟溫和的紀念 其實上我要談的是所謂統戰的問題 然後如果講得更這個白一點 是其實是滲透的問題 那當然你可能會覺得很驚訝 就是我作為一個大陸的學者 為什麼會講這種東西呢 是當然簡單 其實我本身不是大陸子的 我是香港出生長大 然後後來在台灣讀書 跟台灣關係非常密切 那所以在這樣一個背景底下 我去看很多這些問題的角度 恐怕跟大陸的同仁差異蠻大的 那當然這個時候我需要簡單交代一下 我個人的這個學術背景 那我的背景不是政治學 也不是國際關係通通不是 我是從頭到尾都是讀哲學的 那我跟比方說政大的哲學系 還有宗教所的同仁都非常熟悉 然後我大概是畢業以後 我一段時間都完全繼續在做國際學 或者國際學生學 直到我在中國大學工作一段時間以後 我慢慢發現有一些議題 可能需要跳出單程討論教育的問題 那所以從這個早度的開始慢慢關注這些 然後過去幾年 大概過去七八年吧 那我除了佛教哲學以外 另外一個在做的是東南亞的佛教 東南亞的我們講 太羅拉德就是上中部佛教 尤其上中部佛教 在整個他們泰國 緬甸等等這些國家現在畫過 成統的宗教精英 就生團跟國家進權 還有跟這個社會之間關係的改變 那所以在這個背景底下 是慢慢的也同時需要注意 中國在這方面的一些討論 這裡頭我這樣子開始好了 就是 當中國開始去 大概在2010年代中後期 大概2006以後開始去講這個 中國大陸佛教的一個 對外發展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用語 他們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用語 就是 跟我們 有關中國大陸的印象 差別非常大 那個用語是什麼呢 就是 中國大陸的官方 包括官方的 所謂學術機關 或者說 顧問機關 還有他們的宗教團體 自己在一些不管是閉門的 還是說公開的場合會用的 他會稱自己為佛教大國 佛教大國 這是我們自己一個 信仰佛教的這個大國的原因在於說 中國信仰佛教的人口 恐怕要比東南亞所有國家加起來還要多 那當然那個是否是事實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至少 他這樣的一個講法 會能夠讓一部分人添進去 覺得 對喔 算一算好像 好像至少如果不是比他們更多 至少打個平手 而且他們是一堆國家 我們是一個國家 看起來說我們是佛教大國 這個是好像都有一點道理 然後他們另外又用語叫佛教新祖國 什麼叫佛教新祖國呢 就是 他就是有特別針對性的 他是針對印度來講 針對印度來講 針對印度來講 這意思是說 OK我們都同意說 這個印度是佛教祖國 但是你這個祖國是過去式的 那現在的新祖國呢 是中國的原因是他有 這個 當然那個argument他是有一些 等於說有一些 運用了一些技巧 但他是有argument 那argument是這樣 你看目前的這個我們講 如果按照傳統佛教用語言來區分的話 大概是一個板塊 印度佛教就是翻文佛教 然後再來 東南亞的上宗佛佛教用的是巴黎文 然後漢傳佛教 然後再來藏傳佛教 那問題是印度佛教在公園十一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掛掉了 就沒有的 就沒有印度佛教這個東西了 而且已經沒有接近一千年 OK 然後現在現行有的大的佛教 傳統是漢傳佛教 然後藏傳佛教 然後東南亞上宗佛佛教 然後呢在這三個大板塊裡頭呢 有兩個是中國原生的 漢傳佛教跟這個什麼 跟這個 藏傳佛教是中國原生的 然後你說上宗佛嗎 那至少中國在雲南沒有上宗佛佛教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它是 所以你看 目前世界上的佛教 三分之二是中國原生的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然後你印度的是沒有沒有 就是 佛教在印度不再是一個國傳統 已經很久了 從這個角度來講 說中國是佛教的新祖國 那當然這裡頭有一個問題 所以他講這堆東西 他其實是要對揚揚講嗎 其實首先不是 首先是對中國大陸的社會來講的 所以實際上以上的這兩個用語呢 嚴格來講不是大外宣 是大內宣 是企圖去遊說中國大陸的人 對於自己的宗教狀態有一個同心的理解 當然表面上是 所以我們很常信仰佛教 再來一個很重要的是 佛教是中國人的宗教 那等於說在這個議題下 把佛教變成是一個 跟民族主義掛鉤的東西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 比較不明顯 但其實它企圖去 等於說 耕耘出這樣一個向度的是 當如果中國是佛教新祖國的時候 你能說中國沒有宗教自由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 它最後要得出來 遊說中國大陸的人的一個作法 那當然這裡頭就遇到一個詞彙了 就是我們講中國佛教什麼意思呢 然後像我以前在德性頭 我們都要讀中國佛教史 中國佛教德學史等等 在那個議題下的中國佛教呢 其實是一個文化概念 舉的是漢權佛教 那問題是這樣 漢權佛教不只在中國 我們講在東南亞也會有漢權佛教 只要華陽的地方 它其實有這個佛教傳統 如果它沒有接受 比如說漢權以外的佛教傳統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漢權佛教 所以漢權佛教不是一個政治概念 漢權佛教是一個宗教傳統跟文化概念 但問題是目前在中國大陸 它用中國佛教這個詞的時候 我們要很小心 它其實把那個定義改掉 目前在大陸用的中國佛教 它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治版圖裡頭的佛教 那叫中國佛教 所以在這個議題下 傳統在我們在讀中國佛教史 或者中國佛教史上史的時候 不會納進來的概念 在新的階段底下同樣全部納進來 那個是什麼 第一個漢權佛教 整個漢權佛教 再來是雲南的上座佛教 這個現在都已經變成是中國佛教的部分 那我今天要談的可能最主要的那個時段 因為中共立國到現在已經超過70年 但是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的主要 其實是最近20年 大概是2000年以後到現在為止 也不是現在到2019為止 因為2019到2020大概是中共對外關係 以頭一個非常重大的轉折 那這個轉折後續的影響 其實目前還不太完全知道 尤其宗教這塊 所以大概就從2000年到2019年 這個階段 然後 然後 當我們要講 中國大陸的這個 即使過去20年 佛教以佛教作為一個政治工具 對外去發揮它影響力的時候 我們站在台灣的角度 我們往往會把它視為兩岸關係的其中的側面 但要請要注意 這個側面 如果你只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會有偏波 很簡單 是因為 所以佛教對中共而言 對中共政權而言 使它在宗教領域裡頭 一個使用範圍最廣的工具 它用在 跟漢人或跟華人有關的場合 包括兩岸 包括香港 台語談一面也在香港 然後東南亞 甚至包括在歐美的華人社會 那 但實際上 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個以佛教作為工具這個做法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尤其最近幾年 當一帶一路變成那個政策以後 其實是剔除透過這個方式來 參與到中共在東南亞的發展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是東北亞 就是中國跟日本跟韓國的關係 這裡頭 中國大陸的佛教也在 也參與到一定的著色 所以我們去講中國大陸的佛教 作為一個 外交的 或者說 對外關係的工具 不要 不要只是把它理解為兩岸關係 那個會讓我們會有盲點 好 那麼 我們 簡單說幾個現象 大概從 2006年到 2018年 中國大陸 有舉行的五屆世界國家論壇 2006年的10月 2009年3月 2012年4月 2015年10月 大概每隔三年一趟 那當然最後一屆 目前最後一屆是2018年10月 那照道理而言 應該大概今年或明年總 應該要舉行一趟 但我看目前這個樣子 可能 我不太知道他會怎麼安排 我不太知道 那 當這幾屆的世界國家論壇 尤其前兩屆呢 是一個非常宏大的事情 與會的人是 大概接近一萬人 真的很誇張 非常誇張 那當時台南國教法國王山 也有參與 但是呢 如果我們從他這個會議的規模 還有舉辦的地點 等等這個角度來看呢 我更覺得在 從2006年到現在 到2018年 想說17年呢 其實我猜他大概是有一點 呃 不能說走下坡 但是我猜他們會覺得遇到一些困難 那困難是 有一些東西不知道要怎麼走下去 的原因在於說 首先你看他的規模是一級在座的 然後呢 地點也會從 剛開始的時候的一些比較重要的地方 慢慢變成時 轉移到一些相對二線三線的城市 還有再來另外一點 非常有意思的是 等到舉行第四屆 第五屆的時候 他甚至沒有做對外宣傳 因為這個就很吊詭啦 就是你辦這個會本來要講 在國教的場面展示你的國藝 但等到辦第四屆 第五屆的時候 都沒有 都沒有進行很高調的宣傳 然後最好玩的是 2015年我一個北大的朋友 他要到香港去開會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去香港開什麼會啊 他說 第四屆 第五屆世界國家論壇 然後他補了一句很好玩的 他說 那個講的是開會前幾天 他說他跟我講說 那個我們是朋友跟你講 但是你不要在外頭提啦 因為這個目前還算是國家機密的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那你做了 就是你這個 這樣一個世界國家論壇 第五屆世界 然後為什麼會突然變成國家機密呢 然後後來我回香港的時候 跟香港朋友打聽 他們就知道說根本沒有宣傳 就是會議在香港 會議其中一部分在香港舉行 但根本沒有做宣傳 然後只有圈內的人受到邀請的人 才明確知道 然後後來大概2017、2018 中國大陸的佛教在香港 舉辦過好幾趟的對外會議 情況都一樣 就是全是機密 全是機密 然後因為我是在中國大陸有工作身分 所以我就急著去找主事的單位 跟他講說我是負擔的老師 能邀我嗎 結果他們就邀我去 然後 然後發現整個這樣的一種會議 我不太確定那個原因是什麼 我估計有一個可能性是這樣子 就是 宗教畢竟是一個對中共而言是一個敏感的東西 即使在中國大陸 除非是官方要高度宣傳 否則宗教界本身也是敏掉的 然後另外一個猶豫舉辦的地點 好像說在香港 大概那個時候 2017已經發生了 2014的戰衆事件 就變成說 他們會覺得在香港舉辦這種會議 衛免香港的這些群眾去衝擊還是什麼 當然坦白講 我不太覺得香港會衝擊這種會議 但我們要明白中共的那個想法 往往是把很多事情都 它提高到一個不合比喻的程度 然後 總而言之 這樣一個大型的會議好幾趟 在香港舉行的那種國際的佛教會議 只要是官方出面舉辦的 在香港當地都是沒有宣傳的 都是沒有宣傳的 這個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事情 那另外一點是 佛教在整個中國的以宗教作為一個工具 對外進行建立它的對外關係的時候 佛教扮演的是什麼造成 這樣說好了 其實如果你去跟官方的人講 然後跟宗教界的人講 也會得出兩個不同的答案 如果你跟官方 然後宗教局的官員來講的話 他會跟你講說 我們是一個45國家 我們講敬教分離 我們不會跟特定的宗教有特定一切的關係 我們對所有宗教都是平等法 他有備一堆這種官方的台詞給你 那但是就會反問你 然後說你會跟他講說 但是 然後說好幾屆的這個西藉佛教論壇 很明顯 我們大家都注意到這個是佛教非常突出喔 那官員他都會很敬而巴巴的跟你講說 不是你可能要仔細看新聞 看新聞的話 同一個時段也會有西藉伊斯蘭教論壇 西藉基督教論壇 西藉道教論壇 然後你趕快在Google 消息一下 欸對啊 對啊 但問題是 重點明顯是在佛教 所以如果你看 因為中共官方他做事情呢 你說他一定是高度一致也不見得 因為如果你看中共的媒體 同樣在這些不同的宗教會議上 媒體報導的那個 多寡的程度呢 其實很清楚是有差別的 但如果你去問宗教局的官員呢 他就給你變得很急 可是如果你跑去問宗教界的人員呢 那個意思是很有趣的 就是有一趟的這樣的會議我出席 然後我跟我身邊的兩個大陸的牧師 我們在聊天 那個牧師他怎麼講呢 今天的主角都是他們那幾個聖人 而我們是太早而已了 也就是說在中國的宗教界 他們內部其實很清楚知道 誰是國家重點運用的工具 那基督教他們知道其實他們是陪陪的 他們很清楚知道 佛教是大哥才是組長 另外一個案例 你可以看到也很有意思的是凱南島 凱南島有一個最近幾年才成立的 這個南凱佛學院 這個南凱佛學院很有意思就是 如果你要講 如果你純粹做漢權佛教的那個體系來講 你覺得很莫名其妙在凱南島蓋一個佛學院幹嘛 因為我們講漢權佛教內部的這個體系的區分 或幾系統的區分 大概有幾個板塊 比方說我們講江澤的 再來可能是福建系統的 然後再來可能是江西系統的 大概都不會跑到那麼南方去的 但問題是在那個地方蓋一個幾千 可以容納幾千人的佛學院 其實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那個是用來配合一帶一路的 意思就是說他們那個佛學院有講 我們的目標是名額裡頭大概至少有三分之一 是要開放給這個海外學生 然後呢總的名額最高可以到三千人 然後我想幹嘛萬一三千人的佛學院 然後三分之一給就一千個學額給海外 誰會來讀啊 然後後來我所理解那個佛局是這樣的 那個佛局是實際上後來真的有學生來 但其實他目前的這個學生名額大概只有幾百人 然後那些所謂外國學生是誰呢 主要兩個地方 一個是Cambodia 柬埔寨 一個是寮國 就是老挝 大陸叫老挝 就是寮國 主要是這兩個國家的這個生人 然後呢那個邏輯就比較清楚了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在東南亞這堆國家裡頭 寮國跟柬埔寨基本上算是中國有直接影響於人 然後就讓他們的生人反正來中國讀個學位 讀個這個佛學院的學位 大概主要營運的是中國跟他們的關係 特別在宗教這塊的關係 那所以凱南博學院這樣大的一個 至少在硬件上這樣大的一個博學院蓋在凱南島 他的目標根本不是要著重在為中國大陸積極培養生產 不是 他裡頭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在地理上 他其實要讓東南亞的 所以過來跟中國影響這樣的一種宗教上的關係 那在中國大陸的這個宗教的對外關係裡頭 他有一個 因為中國大陸很有意思 他們很喜歡用一些很口語的東西作為標語 所以他們的講法叫 先請進來然後再找出去 意思是說 剛才提到的一些佛教論壇 是一樣這些外國的佛教 他知道有中國大陸佛教其實是一個佛教大國 請進來 請進來以後呢 大家建立那個關係 就更方便中國大陸的佛教走出去 那尤其最近幾年 2019以前那個兩岸一路等等這些 那這裏頭呢 可能我們需要注意一點 就是如果談中共建立政權以後 運用佛教來發展對外關係呢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是2000年以後的 新玩意其實不是 在這個之前 至少有兩個成功的案例 第一個成功案例是1950年代 當中共奪取中國政權以後沒多久 因為那個時候整個是國際上是把他圍堵的 所以他需要突破 比方說 讓國際社會接受這個是中國新的合法政權 然後在國際生活裡頭 國際政治生活裡頭接受他們 那為了要達成這個目標 中共他有採取的一些不同方案 其中他都以 同樣是亞洲的 前集民地獨立的新興國家 尤其有國家背景的 作為一個下手點 比方說西蘭卡 比方說緬甸 尤其是西蘭卡 西蘭卡其實跟中國的關係 非常非常非常的要好 很長時間在49年以後 當然並不是說 由於跟他們建立一個佛教的關係 就可以直接有助於中國 慢慢在國際上打開他的局面 那個是間接的 他會做很多不同的領域都做很多事情 然後佛教是其中一塊 那當然你可能問說 即使佛教做了又怎麼樣呢 這個我們需要理解在今天東南亞的佛教國家 佛教在當地的公共生活裡頭 尤其政治生活裡頭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是能夠成功 透過中國的佛教團體 跟比方說蘭卡的佛教團體 尤其這個高層的什麼生亡 建立一個緊密的關係 生亡只要跟他們的國家政權去遊說 這個絕對是有影響力的 這個絕對是有影響力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成功案例 那當然這個呢這個運作的場面呢 其實跟最近20年的還不完全一樣 因為那個時候呢 這樣運作呢 他不是透過大眾的 他不是透過大眾的 他基本上是透過 雙方的這個佛教組織的頂端來進行聯繫 那另外一個案例呢 可能我們不一定會注意到 就是大概1980、90年 當這個中國進行 就是經濟底下的改革開放的時候呢 實際上也會連帶他在對外的其他關係上 也慢慢走向更開放一些 其中一個很重要就是 中國跟日本的關係 然後後來聲援為 跟韓國的南韓的關係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頭 其實日本的佛教 因為我們要明白 就是在二戰的時候 日本佛教大概超過95%的團體 是參與到日本的這個 對外擴張的事業無頭的 這個當然在更前一個階段 然後說我們講滿洲國 還是台灣的統治等等 當時的日本佛教就已經有參與了 但是如果你講全面參與 幾乎沒有例外的參與呢 大概是二戰就是 中國主義的集團講權以後 一直到二戰這個階段 其實日本所有的佛教團體全部參與的 那這個事情完結以後 在二戰結束以後呢 日本佛教界裡頭有一部分人 尤其還是跟漢文化 那一部分的長老呢 他們一直對這樣一個參與到 日本對外擴張這個事情呢 尤其對中國這個部分呢 他們是內疚的 他們是內疚的 但那個內疚呢 在日本國內 以及在日本佛教教內 是沒有辦法公開討論 就是二戰以後 日本佛教的公開懺負 其實是一直到1990年代才發生 在這個之前那是一個特務 整個佛教界的會長 但這個不代表裡頭有一部分的長老 他其實還是有點內疚 然後中國大陸在90年代的時候 非常的成功透過當時 中國佛教協會的會長 照顧出一個長輩的身份 跟這些日本的佛教的 比頭可能對二戰的問題 比較有一個反思的這些佛教集團 佛教團體呢 開始建立聯繫 然後這樣一個聯繫呢 往往會很會把握 日本佛教界裡頭的內疚感 然後呢 意思是說就把內疚感 變成是一個政治的力量來營運 意思是說 由於你內疚對吧 然後呢 你怎麼補償呢 這個補償不需要顯示 你來幫忙推動中域關係 你來幫忙推動中域關係 然後 我在大陸的時候有聽 大陸的佛教界裡頭的 等於說一些前輩他們講說 趙古初在890年代 在日本佛教界的聲譽是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他等於說 由他出面代表中國來 來讓這些日本佛教的代表 施放他的內疚 然後呢 來參與 你內疚以後 你怎麼補償這樣的一個破裂的關係呢 就由你日本佛教的這些長老出面 重建中域關係 然後呢 這樣一個官員也把南韓的佛教邀進來 這意思就是說 當時中國是希望 因為韓國佛教跟日本佛教 如果你從歷史跟文化的淵源上 大概也都來自中國的 後來他們發展 但至少歷史淵源是來自中國 所以中國也運用這一點 他們提出所謂 東北亞 或是東亞三國佛教的 大陸的用語叫 王金紐帶 那這樣的一個紐帶呢 其實過去幾十年 一直到 我想一直到2019甚至現在 也都還一直運作得還不錯 所以中國大陸即使他在對內 他會有很多的這個宗教上的鎮壓 但不代表對外他做不會運動宗教的壞 對他而言這個是不矛盾的 內外有別事無所謂 我們往往會覺得 你對內鎮壓對外裝成一個開放的樣子 你這個做得來嗎 他當然做得來 你不要低估他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呢 他算是這兩個個案 五零年代對南亞跟東南亞 然後再來八九零年代對東亞 這兩個案例其實算是成功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那個原因 為什麼在這個公共外交的文化外交裡頭 需要用宗教 而且為什麼是佛教 以佛教為重點 我想 兩千年以後的接播 運動佛教對外營運這個關係呢 跟之前是有一點不太一樣的 在於說 我們也需要承認 大概九零年代中後期 以及升年到二零一零年代的初期 這許多年時間 中國大陸的宗教 的確是在一個重新 復俗的階段 我不用復興 還沒有到復興 因為復興 重新長出來 而且當時有一個新的提法 叫 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 那不再是 不再是一個 你欺騙老百姓的東西 就要取締了 而且說 我們承認 宗教長期會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包括中國這個 馬克力主義的國家 所以 要做的不是取締他們 而是比起互相適應 那通常這個是比較客氣的講法 更直接講法是 我讓你活著你就需要吸引我的體積 是這個意思 但實際上 還是會提供一個很大的空間 讓佛教去發展 那由於是有這樣一個發展空間 所以實際上還是會重新長出佛教來 那這樣的一個環境 會讓中國政府覺得 這個是更可以以 比五零年代跟八零年代 更大的範圍去運用佛教 因為我們的佛教已經重新恢復了 讓他覺得更有進行性 這個是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 另外一個原因是 我在復旦的時候 我一位在國關學院的同仁 他的講法 真的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同仁的講法是這樣 但是他其實很清楚 記到說在國際上 會指控中國沒有宗教自由 然後他怎麼會理解這樣一個指控呢 他的說法是 我們是不幸被誤解了 我們是不幸被誤解了 然後呢 讓這個 宗教自由這個問題呢 把中國在國際的形象上 變成是一級是一個 他的用語叫負資產 就變成一個發福的罪 然後呢他覺得應該要爭取一個機會 跟國際社會解釋 中國是有宗教 而且由於有宗教 所以有宗教自由的 所以你要證明這一點呢 你就需要 比前兩代更有規劃的去 讓宗教參與到中國對外的關係 那他有舉一個例子 他說被誤解 然後呢他舉的例子是什麼呢 他說 人家說我們沒有宗教自由 但主委你知道嗎 這個現在目前世界上的基督徒 他們過宗教生活所需要的信經 大概80%是長得中國印的 不要笑喔 這個是事實喔 這是事實喔 對 在南京有一個叫愛德印刷廠 那是一個官方信息宗教背景的機關 專門印信經的 不是中文的信經 或者不止中文的信經 他印的餘種是幾十種 供應全球大概80%的信經 這個是事實喔 這個是事實 專門對於中國的我們那些同仁而言 他們 他們會拿這樣一個事實轉換概念 因為我想 當這個愛德印刷廠 他去接這些印信經的訂單的時候 那種對他而言首先是一個business 首先這個商業的這個關係 再來某日上也是用政治的關係 那就是他 因為你這樣好像在中國當中的環境 一個信經的印刷廠 他要接受外國的訂單 然後來印一大堆信經 這個難道他不需要取得中國官方的同意嗎 當然需要啊 然後所以那個取得商業關係以外 另外一個是建築關係 至少間接的經濟關係 問題是我的同仁、大陸同仁他的講話 會把它變成這樣子 就是 你看 你們讀的信經 你們能夠有經教信仰 都是我們印給你的 然後 如果 我們沒有宗教自由 你哪有信經去讀啊 他都會把整個話題 搞定這個樣子 他把它要一個 就要的一個很奇怪的案子上去 當然這裡頭呢 我們要理解 就是中國大陸一直到現在 如果 尤其你是跟官員去談宗教的話 我們要理解他們那個反應的方式 就是 對中國大陸官方體系的人 宗教他 你講宗教這個詞 在他腦筋裡頭 他直接 語刻為什麼東西呢 不是什麼spirituality 也不是什麼文化傳統 也不是什麼社會善良風暑 通通不是 對他們而言 當你提宗教的時候 他的最直接的 手出的反應 是涉及國家安全問題 所以宗教從頭到尾 對中共的不管政權的觀念而言 首先是國家安全問題 而且很具體是 跟哪一些國家安全問題掛在一塊呢 三個主義 一個叫 一個叫 顛覆 一個叫分裂 一個叫恐怖主義 而且呢都不是空洞的 每一個的方向呢 都配一個具體的宗教傳統 顛覆的是基督宗教 然後分裂的是藏向國家 然後宗教恐怖主義的是伊士党教 這個都 這個都在他們那個官方文件裡頭 基本上是很清楚的說明這些關聯的 所以在這個背景底下呢 還蠻有意思的就是 當如果官方是這樣子看待宗教的時候 他是如何去考慮把宗教變成是 一個可供他使用的工具呢 我想這樣去理解好了 就是 中國大陸過去許多年 對宗教的一個考量主要是兩方面 剛才提到的所謂國家安全是 對內的 對內的 就是剛才提到三個 他認為的宗教傳統 從三個不同的渠道 對中國構成某種威脅 這個是國家安全 但跟過去不太一樣的是 一方面你需要守 就不讓外頭的宗教來肩負中國 還是分解中國 但另外一方面呢 不要只是守 你應該要反守為攻 反守為攻的意思是說 宗教需要以更有規劃的方式 比前兩代 比50年代跟80年代 更有規劃的方式 把它往外推出去 來營運中國跟周邊國家 或周邊地區的這個關係 那 當然 中國大陸內部 他們其實有 包括我們的學界裏頭 負責這個討論的同仁 他們有提到說 宗教可以起什麼作用 我想大概有兩點 一點是 他們其實很清楚知道 孔子學院是失敗的 孔子學院的失敗 他們是很清楚知道的 所以才會有一部分的同仁 以及部分的官員 或政府的部門 他們覺得 我們應該以宗教為手段 宗教為手段的原因是 比孔子學院第一個辦得不好 他們也承認 那第二個呢 更重要的是 孔子說到底 還是中國的東西 然後你面對外頭的時候 好像缺了一個共同的橋樑 然後他們覺得這個 宗教的跨國性 這個跨國的特性 剛好可以提供這個橋樑 然後 另外一點呢 是最近幾年 特別在習上台以後 推一帶一路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側面 就是 他們其實也多多少少知道說 一帶一路 當然一帶一路 首先對中國而言 是要營運 以中國的利益為中心 所發展出來的 譬如說國際的一個安全系統 來維護中國的 包括經濟政治 在區域層面的利益 但問題是在這個過程裡頭 他們其實知道 比方說你中國的投資在中亞 還是各種地方的投資 會引起跟當地的不滿 那當不滿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這個不滿呢 他們就覺得可以透過宗教來 來進行某種 等於說把可能的衝突的狀態 把它放鬆 這意思是說 透過營運 跟當地宗教維的 宗教維秀的一個關聯 希望透過他們的影響力 可以把中國在當地發展 所帶來的貪損 給予某一種的疏解 他們的想法是這樣子 然後在這個背景底下 可能還需要進一步談的問題是 為什麼是佛教 為什麼不是別的 當然其實別的也有 我們講 比如說民間宗教 就是中國的民間宗教 媽祖 關公 各種的中午大地等等 這些其實都有 但這個主要呢 這種呢 它能夠應用的範圍 主要只是集中在華人的關聯裡頭 然後說對台、對港、對東南亞華人 頂多是北美、歐美的華人 就guess it 就是你總不能 所以西方會有一個非漢人的 非華人的團體 是這個關西帝君的這個本事吧 威海貴旁 所以這種傳統的漢人的宗教 它是有用的 但是能用的範圍呢 其實就極限於華人 那再來 還表示我們講 伊西蘭教、基督宗教 裡頭其實難度很大 因為基督宗教首先以西方為走心 而西方為一個源頭 所以中國在街裡頭 能夠affectuate這東西 非常有限 然後伊西蘭教也一樣 那佛教的話 就回到剛才一開始講的那個argument 佛教源頭在印度 但新竹國在中國 就是包括人口 包括這個從宗教傳承的淵源來講 而且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佛教能夠應用的範圍 不只是華人 你可以聲援到東亞、日本、韓國 然後再來東南亞 然後甚至是歐美 這個是一個層面 另外一個層面很重要的是 佛教是經典宗教 這意思是說 佛教它在傳統的亞洲 是一個跨國的大文明 它所涉及的那個文明 的層面非常非常多 而且的意義也非常非常多 那裡頭你可能從一個讀書不多的 老太太 到一個可能受非常好的 現代教育的一個知識分子 它可能都是佛教徒 因為佛教裡頭它能夠有 不同板塊的東西 吸引不同教育跟知識背景的 群眾的能耐 可能如果跟道教 或是營業具要比的話 是我們很難否認它是佔一定的優勢 從這個角度來講 那所以中國大陸政府也是看重 佛教的這個層面 會把佛教扶植為一個 等於說對外營運關係 宗教關係這個工具 那另外一點蠻重要的是 剛才提到 當前在中國大陸 用中國佛教這個詞的時候 它其實是包括漢權佛教 漢權佛教 跟這個 雲南歹族的上洞部佛教 但重點當然是漢權佛教 重點是漢權佛教 但是它這個嘴巴不會講 但你看它總去操作 這個漢權佛教是重點 因為很簡單漢權佛教 在漢權佛教在漫長的這個 中國的政教關係裡頭是 詢化的比較徹底的 詢化的比較徹底的 藏權佛教遠遠不是假 然後再來上座部佛教其實也不是 這幾條端我不仔細展開了 因為這個其實涉及到佛教在教理裡頭 在它神學裡頭 如何看待政教關係 等於在東南歹講 它那個政教關係是某意義上是對等的 競權不是這個壟斷一切 那漢權佛教的更不用說 那漢權佛教我本身是國王 你還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頭運用的重點是漢權佛教 好這裡頭再來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我想中國大陸的特別在最近徐年吧 其實前一個階段也有但沒有明顯 最近徐年當時上台以後更為明顯 也不見得習上台前沒有 簡單來說是中國大陸在文化 特別是有關傳統中國文化的這個場面 最近徐年大概有一個主調 會用他們的講法叫主旋律 那主旋律是什麼呢 就是要重奪話語前 這句話你碰到不同領域的中國大陸的學者 特別是做跟中國文化相關的 他們會一起重複這句話 什麼叫重奪話語權呢 注意這句話首先 其實不見得是要針對洋人講的 它包括洋人 包括西方水界 但其實這句話原先提出來的時候 特別在討論中國文化的時候 它是專門針對台灣跟香港講的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我們講中國宗教史 尤其中國哲學史 他們其實發現 要談中國哲學史過去很長時間 人家一想就想到這個台港新儒家 這個事情對他們而言是心裡頭的一根刺 為什麼有這些 跑到外頭去的人代表中國文化 而且坦白講這個台港新儒家 他們也並不詭言地直接會承認說 我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才是比你們中國大陸這套 官方這套更... 他們會覺得更地道了 當然你問我 我覺得可能是詮釋能力更強 但是否一定更地道還真難說 因為這樣很簡單 像唐茅修儒家 他們去講中國的哲學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是用了不少西方的東西 包括Hunter 對不對 但至少當海外的新儒家 這樣子去定位自己的研究的時候 中國大陸慢慢就會覺得 我不可以讓你這樣繼續下去 那你會看到這個是一個案例 另外一個案例其實是佛教 其實是佛教 目前在國際的佛教界 如果談漢權佛教的話 在國際佛教界想到的首先的案例 其實是台灣佛教 不會是中國大陸佛教 那這個事情對中國大陸的 官方也好 佛教就是民間的佛教也好 也是...其實也是一條刺 也是一條刺 就是他們覺得 怎麼會這個漢權佛教代表是台灣 而不是中國大陸呢 所以在所謂 從頭話語權的過去十年這個主旋律底下 會把這個... 在國際上讓大陸佛教 出來代表漢權佛教這個想法 至少在大陸的佛教界 還有官方內部是非常明顯的 然後呢在這個情況底下呢 他們... 比方說我們在大陸開會的時候 關門的時候是怎麼講台灣佛教的呢 他們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用語 那個叫佛教台獨 或者是台獨佛教 那這個意思是誰呢 佛光山 你可能會覺得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佛光山是某一項的統派 怎麼會是台獨呢 我們要搞清楚一個事情 對台獨的界定 我們不要只看我們自己的定義 我們要看中國大陸是怎麼界定的 因為我的理解是 東亂佛光山跟中國大陸官方 一直有一個不錯的關係 但我們要明白在中國大陸的這個 所謂統戰裡頭 其實它面對你的時候怎麼講 不等於說它關起門來的那個講法 因為你... 比方說佛光山還有別的佛教團體在台灣的 如果你在大陸... 至少嘴巴上Lip Circus講你是支持中國統一的 那在這個前提底下 中國大陸政府還是會表面上對你很客氣 但它會另做評估 那個另做評估在一些台灣國家團體裡頭呢 我的理解是... 它其實會慢慢預期你公開... 等於說跟台獨劃清界限 但問題是我想... 佛光山跟別的一些台灣的國家團體 它會公開這樣做嗎? 它不可能的 也許它真的是統派立場 但你要它在這樣的一種議題上 黑白分明的法清界限 我想它大概在台灣就不需要換下去了 所以不會的 那只要你不會對中共而言的是... OK 你有異性 就是你沒有按照我的definition 來界定什麼叫台獨 你還是用你的definition 你頭有一些地方是我還不能接受 所以財富之間的情況是... 剛剛說這些團體在大陸 官方公開跟它關係還不錯 像佛光山在揚州還有一個試驗 因為滿大的試驗 還去國論還滿大的 但問題是... 我們要知道在關係滿來的時候 那個認定是怎麼發生的 它是如何去判斷的 好 那... 再來 我舉幾個比較宏觀 稍微宏觀一點點的案例 因為剛才講都是背後的一些原因 還有一些零碎碎的案例 我舉三個例好了 長話短說 第一個是尼泊 尼泊我們可能覺得... 這個有什麼大不了嗎? 我們有知道在過去的二十年 大概至少十年時間 中國基本上是把尼泊埋起 中國基本上是把尼泊埋起 那這裡頭有不同的原因 有一部分不見得跟佛教機械相關 但它能帶來中國對外營運這個佛教政治 一個很能發揮作用的據點 簡單說是這樣子的 就是大概中國企圖去... 我一個比較通俗的講話的埋起 這個事情大概兩千年以後就開始去進行了 它有一個過程 然後這個過程其實或者這樣一個做法 本身是服務於中共當時對南亞一個更大的戰略 那個戰略是希望受益把印度封鎖在南亞 這意思就是說 我們看這個印度 它周邊有好幾個 屬於印度文明影響的國家 緬甸 尼泊 然後不丹 斯蘭卡 然後孟加拉 等等 反正有一堆國家 大概五六個國家 中共當時的想法是 我要構成一個所謂珍珠鏈的戰略 意思就是說 我把這幾個周邊的國家全部納入我的影響範圍 然後讓你印度的整個政治影響力 只要一出國門其實就沒有影響力 這些在文化上跟你印度本來有淵源的國家 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印度跟這堆國家的關係呢 是這樣子的 歷史文化上是有淵源 但剛好是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也會有張力 那個情況有點像中國跟台灣 中國跟周邊別的華人社會租起來 所以印度也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中共大概在2000年代的時候 就把他的影響力分布在這些國家 然後希望做到一個效果是 印度的政治影響力在區域政治的影響力 只要一出國門就變成是沒有辦法發揮影響力的 在這個背景底下 尼泊就變成納入了其中一個等於說使用的 但尼泊有一個特點 特別從佛教的角度來講 中國大陸我覺得他們坦白講也是很用心 我們要明白 就是佛教在印度在公元11世紀以後 基本上就停擺了 整個沒有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到印度去 你要去佛教的地方潮信的話 你會發現說整個配套的服務都很差 整個基本建設都很差 公路 交通 通訊 通通都很差 所以佛教在印度 come on 那是一個邊緣宗教 什麼意思呢 佛教在印度 在20世紀印度有復興 但那個復興是他們把它納入變成是這個 建民階層的解放運動 所以如果你跟一個印度人 比方說你是一個印度人 然後你跟他講話 那個人也是一個印度人 然後你跟他講說我是信仰佛教的 對不起 對方是怎麼dicode的呢 他不會記得你是佛教徒 但他會記得你是untouchable 所以你這個就能想像為什麼在印度 他們一直不太重視佛教 所有的佛教聖地 基本上這個基本建設施都很爛 然後讓整個亞洲這個佛教徒 跑去印度朝鮮的時候 那個整個疫情都不是一個 特別很方便的歷程 然後中國是很厲害 他看重一點點 然後他在想一個事情 我們講在典型的佛教的這個論述裡頭 大概有幾個是跟佛陀之間有關的聖地 包括佛陀涅盤的地方 佛陀成道的地方 佛陀出家的地方 這三個地方都在印度境內 然後呢 中國政府沒有辦法在那方面發表影響力 但是有一個地方是佛陀出生的地方 據說是在今天尼泊的境內 然後中國政府就想到這點 OK 因為一般對宗教徒而言 他可能更重視不是你在哪裡出生 而是在哪裡完成你的宗教職業 所以佛陀出生地階塊 另外呢對佛陀而言呢 重要 但要跟別的比的話沒那麼重要 那中國的想法就是 如果佛陀出生地是在尼泊境內 我只要在尼泊發揮我的影響力 我把這個聖地重新普及起來 然後呢 我企圖把它營運為一個新的佛陀聖地 而且呢有最先進的設備感 就可以慢慢把國際性的佛陀場合 尤其是國際性的 跟佛陀之間相關的佛陀聖地 挪到我手上控制的地方 那所以在過去的19、20年 中國在尼泊所營運的整個基本建設 公路、鐵路、水電煤 所有這些 因為尼泊是亞洲其中最貧窮的國家 所以它其實沒有太多額外的資源去做這種事情 中國整個包起 整個包起 而且那個錢是從哪裡轉過去的呢 從香港轉過去 是中國當時在 包括他們的國防部還有那個情報單位 在香港成立了一個基金 大概在20…我想看 2010年前後 透過那個基金把錢支持到這個尼泊的這個事業 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頭呢 尼泊當地有反彈 經過好幾輪的較勁以後呢 基本上中國算是成功的 就是整個影響力能夠進去 然後去成立這樣一個東西 而成立這個東西 當然一個其中很多的作用的剛才講就是 反正你印度不太重視佛陀 我來重視好了 我就伏記這個新的聖地 然後呢 將來重要的 慢慢把它培養成 變成一個有國際佛教重要性的一個 新的地點 還有新的這個據點 然後同時在這裡頭 另外一個對中共而言好處是 要你我出面 其一個看上去就是 跟印度人一樣的這個國家來出面 你看我在後面操盤就好了 我不需要一個王寵人的樣子跑出來 這個好像在國際上更有說服力 然後在這個背景底下呢 還達成另外一些目的 其中包括 特別針對張床佛教 讓達賴在不只在藏區 包括在整個史馬拉雅山南波的影響力 把它切割 切割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知道達賴在中國境外的那個藏人的影響力 基本上是跨境的 但如果我能夠有辦法說服 不讓尼泊境內的藏人跑到印度去 就會讓達賴在南波所起的 在藏人還有藏人國家裡頭起的角色 慢慢萎縮 因為達賴那邊他建立的那個戲院跟佛學院 他需要有學生 那個學生呢 有一部分就來自南波不同國家 但只要你把這裡頭切斷 讓學生的聲援斷掉 你不確定就會遇到困難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呢 目前尼泊跟印度的邊界 尤其藏人你要跨境過去呢 基本上尼泊政府只要可以他都不讓你過去 那再來剛剛說要舉辦活動的時候 其實已經發生過就是 你達賴身邊的一些人受邀請 但就不邀請你達賴 那這個是一個 那再來另外一個其實很明顯 要針對這個台灣佛教 就是因為你國際佛教的活動 不能沒有漢權國教 漢權國教的代表怎麼可能一天到晚 就是你們台灣呢 然後中國跑到哪裡去呢 所以在這個意義底下也是可以 他企圖去營運這樣一個效果是把 講漢權國教的時候把台灣至少把它邊緣化 因為我們要明白就是 目前台灣佛教在國際佛教裡頭代表漢權國教這個事情呢 中國政府還有中國佛教基本上是不太開心的 他們在想辦法去改變這個 那尼泊是一個 當然我剛才講尼泊的時候順便就把印度提到一點點 那印度我就不仔細講 因為可能攤開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我在歐尼泊有用一個詞叫生毒 什麼叫生毒啊 生有毒嘛 不是 因為我們今天把印度或者印度譯為印度 這個是玄狀的翻譯 但在這個之前有另外兩個翻譯 一個叫天族 一個叫生毒 那我純粹是拿一個文字來這個開個玩笑 另外一個案例可以稍微講一下 就是我本人是香港出生的 那所以一直到現在還跟香港有很多聯繫 然後香港佛教呢 特別在跟中國的關係這回事上面 我也講一個 當然可以攤開來講 但我其實講的話短說只講一個東西 如果在座的同仁跟同學有出會到香港去旅遊 然後問機場以前去了以後能問去我都還知道 以前能去的話 你可能是因為你去非是97年去 否則的話你現在去的話 一定是在大嶼山的那個機場 去找機場下機嘛 然後那個你可能多少會知道那邊有一個大舖 那邊有一個大舖 就是昂平大舖 那個舖本身是highly predictable 非常政治性的 就是當初其實在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 當地的一個大的信任 是他要蓋這樣一個佛像 當時他那個時候剛起來的時候 沒有一個很大的政治性 他主要只是 因為佛教在香港也不是一個特別有很多信眾的宗教 他要把它反正就是等於說打廣告就對了 但是這個廣告的情況是這樣子 他打了一半以後呢 就他蓋了一半以後呢基金不夠 那基金不夠呢他就把這樣一個情況 跟國際佛教去 等於說讓大家知道來幫忙 那個時候大概是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初期 然後當時呢其實有兩個佛教團體 有approach 香港這個佛教試驗 一個是日本的創造學會 一個呢聽說是佛光山 然後呢 但問題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後來被當時中國駐香港 那時候香港還沒回歸 中國駐香港的一個官方機關叫新華社 就現在的中年辦 被新華社知道 新華社的人就跑去找這個信任 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佛像蓋完以後 就已經回歸了 然後怎麼可能你這個信任 還有你這個佛像 是受台灣或者是日本影響的呢 這個不對 然後你目前遇到的困難 你不用擔心 國家來幫你解決 那國家怎麼解決呢 是這樣子的 就是首先基金的這個補進來 另外一個呢 你看那個佛像呢 你可能反正就看了一個很大的佛像 但其實那個佛像本身你叫誰 來把它做出來的嗎 中國航天科技公司 這個公司在中國是附屬於中國空軍 專門做飛彈火箭 也許哪天這個飛彈卸過來台灣的時候 那個飛彈就是這個公司做的 好 那為什麼要這個公司做呢 是這樣子的 因為當時做這個佛像的時候 你想想看好不容易 募集了基金要做一個佛像 你一定會有一個想法是 他至少會用上幾百年嘛 那你要用上幾百年的話 你大概需要那個所用的材料 需要符合某一種剛才的標準 但那種剛才那個quality的剛才 是國家戰略物質是管制的 如果你不透過官方還有軍方的系統 你取不到那種剛才 所以當時中國政府的做法是 OK 我無限支持 錢 然後技術 然後材料 所以那整個佛像其實是中國軍方做出來的 那問題是這樣 就是當我先不討論這個問題是 據說在佛教界域 這裡頭有一個這樣一個說法就是 生人不應該參與軍事相關的東西 這個我先不講 我要講的法是說 當你香港佛教界是接受了中國官方 包括軍方那麼大的一個幫助的時候 你能想像回歸以後 他會沒有政治態度嗎 那個就很清楚了 那所以這裡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是 2014年戰中 2019年這個反送中 兩強運動裡頭 其實你如果看香港人宗教界 基督教是內部分裂的 但在那個情況底下 內部分裂是應該的 正常的 但沒有分裂的是佛教 他當然不分裂 他當然不分裂 他一定是站在官方那邊 所以但問題是你要去問 為什麼他會站在官方那邊 你只要看剛才那一段歷史 其實就很清楚 那個答案就已經講完了 就已經基本講完了 那當然這裡頭呢 香港佛教呢 還可以補一個很有一些東西 香港佛教本來的政治效忠呢 可能在座的同學比較年輕 你都無法想像 香港佛教本來的政治效忠是中華民國 而且不是大陸的中華民國 80年代也都還是 所以一直到1980年代中 香港佛教團體出的雜誌 他的紀念是民國的 他的紀念是民國的 然後這些佛教團體的這個 等於說負責人 每年都會回國來參與這個商許國慶 這個回國當然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但因為80年代 這個中英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 拍板以後 他們就面對一個問題是 你還要繼續效忠中華民國嗎 然後來再改 後來再調過來 才會出現剛才講的那個 那個由中國軍隊來打造這個 大魚山佛像這個有意思的事情 好那現在的時間不是很多 然後我大概有一些時間我們來討論 所以我簡單再補充幾點 第一點是中國大陸的佛教 他其實目前在國際上會參與的 都是那種全球性的國際佛教組織 然後只要他能參與 他就一定想辦法把台灣趕走 但這個對台灣佛教而言有沒有空間呢 其實是有的 我自己的經驗是 比方說在東南亞有大量的這種 跨國的佛教組織 他本身是可能 他的國際性是區域性而不是全球性的 像這種團體 其實中國大陸的佛教是不太敢 也不太少參與 因為街裡頭往往包括一些 可能是佛教的跨國社運團體 還有再來是 裡頭只要有藏權佛教參與 中國大陸就會避開 那像這些類的團體呢 其實台灣的佛教如果稍微有 更多一點Political Science 或者說至少是公共的Science的話 其實是可以參與進去的 我自己因為有參與這些團體 我在大陸工作的時候 我有低調的參與這些團體的活動 我就發現說很有意思 就是比方說有一年的這種 跨國的團體的年會 一個禮拜的年會 然後全球幾十個國家參與 就唯獨沒有中國 台灣有參與 但台灣這個是小的團的 像這種地方我覺得台灣的佛教 其實如果有更好的公共意識的話 其實是應該參與的 那我覺得中國大陸 他至少在佛教這個板塊 到目前為止他能夠封鎖的範圍是 因為中國很喜歡看所謂宏大的東西 所以全球性的那個團體他會進去 但區域性的他其實沒那麼敏感 這種地方我覺得台灣佛教是 應該要考慮的 那另外一點是 比方說剛才講這個佛教的 對外的公共關係的營運 而你可能會問一個問題是 那中國的佛教團體 他們參與這種事情 他們是完全聽命於中國 官方原則上是 但是我們要明白 就是這些中國大陸的佛教團體 他們其實在中國大陸境內 也很清楚知道一個事情 其實中國是沒有 不要說完全沒有宗教的自由 但它有的宗教的自由 跟外頭是有很大差別的 其實中國大陸的佛教團體 他們自己是知道的 所以他們一直要解決一些問題 比方說很簡單 生人的這個學歷問題 生人的那個教育問題 比方說目前大陸的這個教育體系 就是佛學院跟神學院的學位 是教育部不承認的 但他又是官方學位 是因為神學院跟佛學院的頂頭老闆 是國家宗教群 不是教育部 所以比方說有一個年輕人出家 讀了四年的佛學院很認真 他要生肇 他來申請復旦大學 對不起我不能掃他 不能掃他原因 不是因為他不用工 他可能很用工也很優秀 但是他那個學歷就不承認 所以對大陸的國家團體而言 他們一直要解決的眾多問題 裡頭其中一例是 他們希望他們優秀的生人的學歷 是獲得整個社會的承認的 所以他們去參與 這種國家的對外的事情 是希望說在這個過程裡頭 順便把他們的生人送出去 在外頭讀一個你國家不能不承認的 國際學位 或者至少送不太遠 至少送到香港去 在香港大學讀一個學位 然後你回到大陸 中國官方不能不承認 所以他往往這種團體去參與 官方的計畫 第一個他們的話拒絕 第二個呢 他是希望搭這個便團 能夠解決他們內部的一些困境 那這個是一點 那當然有關這個中國對外的 這個佛教外交這個部分 是有些缺陷的 中國他是有些缺陷 缺陷在哪裡呢 第一個 包括中國官方 包括中國學界 相當一部分人 他們去理解 包括東南亞等等 這些佛教國家的那個 宗教與政權 與政治 跟這個社會的關係的時候 他們其實往往以佛教在中國的促進 來理解對方 所以往往是對不上的 他沒有辦法真的理解 佛教在當地在社群裡頭 起的是什麼角色 尤其比方說我們看緬甸 跟泰國能看出來 儘管商團的高層是屬於國家系統 但是到 然後商團到省一級 那個省級認同是非常強的 他往往你國家政權壓下來 要他做的事情他不見得會去做 那中國大陸的 包括官方 包括學校校界 他們有些不太理解的事 因為在中國 是一個經濟塔的體系 所以上面下的命令 底下沒有辦法直接拒絕 他可能是用一些方式來應對 但他沒有辦法直接拒絕 然後他不太能理解是 在東南亞的佛教 東南亞佛教包括泰國 他可以去省一級的佛教 他們對本省的認同很強 然後對於你邁國下來的命令 他可以反彈 他不太理解的 那這種不理解本身 會為這種佛教對外的公共關係 帶來 中國政府不太知道怎麼處理的 很多困難 另外一個是 他不知道外頭佛教的那個教派的複雜性 最簡單是所謂大小秤 中國佛教跑到東南亞去 有時候還會講說 你是小秤我是大秤 人家一聽這些話就不要跟你講話了 因為小秤這個是罵人的話 這是你是笨蛋的意思 另外一點是 當尤其譬如說你中國佛教跑到當地去 第一個是你強調你是中國的 是大國 再來強調你是大秤 那對對方而言 第一個就是他會覺得 你不尊重我的宗教傳統 第二個更麻煩 會召喚起 基民統治又來了 這樣的一種印象 特別在緬甸 那所以在這裡頭我覺得 中國大陸做的這些事情 他能否達到他要的目的 這個是我覺得是 還要再看 我給我舉一個例子 然後剛才提到雲南的上座部 那我們有知道在整個東南亞上座部裡頭 雲南上座部是很邊緣的 很邊緣的指標在哪裡 有很清楚的指標 就是你當地是否是生團教育的重心 或是中心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是邊緣 那但我在大陸開會的時候 遇到一些很好玩的情況 是我大陸的一些同仁 特別是研究所謂上座部的 中國大陸的專家 他會這樣講 也許我們雲南的上座部是比較弱的 數量比較小規模比較小 但別忘了 我們的上座部 他的用語叫 我們是大國上座部 我們是大國上座部 所以呢 我們可以借助 我們的上座部可以借助 我們是大國這個背景 去協調 東南亞上座部的內部糾紛 然後呢 你只要成功擺盈他們的糾紛 我們就可以領到他們 然後 你要注意喔 講那種話的人士 中國大陸專門研究上座部 然後他會講那種話 就表示說 中國的這些學界 官方 教界 其實他去面對東南亞狗角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辦法擺脫 中國大陸成長的那個因應 不是因應 對他來講就是P condition 他就往往帶著這個框架來看 對外的問題 你只要帶這個框架來面對東南亞的佛教 你在當地就一定會遭致 不只是沒有效果 它會變成反效果 那 當然另外一點很重要的是 坦白講 中國大陸的佛教 儘管在過去的許多年 稍微有一點點復蘇 但你說是破點很棒很高嗎 當然我們知道都不是啦 然後這裡頭就遇到一個問題是 這種公共外交 由於宗教公共外交 我用了三個不同字眼 一個叫流出 什麼叫流出呢 就是剛才那個杯子 水很多 多到一個地步他就都流出來 這個叫流出 另外一種呢 叫裝出來的 什麼叫裝出來的 就是你每那個東西都裝出來 裝出來有 還有第三種可能是什麼呢 我稱之為爆出來 什麼叫爆出來 就是你不足的地方 本來如果你不跑到國外的話 反正你就在你國內自己 這個難看就好了 但因為你要強行把它推出來 他就一定會連帶他本來就有的那個缺陷 展示於全球之前 那我想中國大陸的這個 官方也好 教界也好 我覺得他們沒有搞清楚一個情況 我們講的公共外交 其實唯一有效 或是說 不要講唯一 這個有點太強 但至少一般來講 比較公認有效的方法是 溢出來或者流出來 這意思是說 你本來就有那個東西 你不是要內外有別的 裝一些你本來就沒有的 你是有的那個東西 行有餘力 而把它森嚴出來 那是公共外交最有效的方法 而且最可能的一個最基本的基礎 然後再來另外一點 以宗教作為一個議題來進行公共外交 我們要知道這個本來是 本來在二十世紀的這個國際關係裡頭 是美國推出來首先推出來的 待機的一個做法 所以在這裡頭其實隱藏的另外一個 Hidden Agenda是 就是宗教外交是要盡明你有宗教自由 其中一個在背後的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中國我們剛才講到就是 它某意義上是以內外有別的方式來 就對內對宗教還是有某種 如果不是增壓 至少是跟外頭不太一樣的限制 那麼你在外頭把宗教推出來 這樣的一種狀態 我想尤其在最近的這些年 當基訊時能夠發達的時候 人家其實不會不知道你是裝出來的 那個裝不出來 就是反而是會讓人家看到 那個內外不一致的情況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你這個國家 國內是沒有跟國際商進的宗教自由 然後你去冒險去以宗教為手段 大規模的推行這種對外的關係的時候 然後它往往出來的效果就是 我剛才講的爆出來 就把你國內本來就已經一塌無塗的一些問題 直接落到國際上 然後我想這種情況其實在目前 中國大陸的國家對外關係裡頭 已經偶爾會出現這種情況 那我想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是 當初王老師邀我來給這個講座的時候 特別提到說 我們這個講座是屬於 東亞研究的方法的這個計畫一條一環 所以我簡單談一下 我不太敢講是方法 但是那個可能是我做這個議題在中國的一些經驗 我在處理這個議題的時候 其實坦白講 我不太容易完整的取得 當初的很多 尤其在policy層面的文件 那個東西很難取到 其實能取到 如果我人還在中國大陸的話 那個會有危險 那會有危險 所以那個我必須要承認 我不太容易做到 因為那種東西在中國大陸是動輒變成是國家機密 或者是它本來沒有說是機密 但是它突然間發現這個東西在它預期之外外流的話 它就會突然間把你抓起來說你洩漏國家機密 所以這種屬於政策層面的文件 坦白講很難抓到 那我能抓到的只是一些公開的 或者半公開的出版品 然後包括比方說 它可能是一些宗教學院裡頭的教材 因為宗教學院的教材 其實在中國大陸往往很強調說 你要記得你是中國人 然後你面對外頭的宗教的時候 你要預防什麼 預防台獨 預防藏獨 所謂一堆東西 那問題是那種教材 如果它要給你挑毛病 同樣也是涉入國家機密 當然我手上是有一些 但對我來講 我可能主要做的反而是說 看它整個policy從政策的層面 做出來以後在不同層面做出來 包括在黨和宗教局 在國家一級的這個佛教團體 再來是在前線的佛教團體 他們做出來以後 他們遇到的情況 在這個情況底下呢 我的做法是 往往需要跟不同層面的官員聊天 跟不同的佛教團體的人聊天 然後再來很重要 因為對外的話 我要 比方說我過去幾年有個泰國教書 我還有馬來西亞 我跑到那邊去 會跟當地的佛教的一些人物聊天 去談說他們在當地遇到中國過來的佛教 特別帶到政治的一些motivation 來做事的時候 他們的應對是什麼 他們的應對 他們是如何理解這樣的一種東西 那等等 我在方法上的做法 比較是這樣子的 然後另外一點呢 還有就是 比如說你去跟這些僧人也好 官員也好 去談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講的 是有他的hidden agenda 所以你需要有另外一種解讀 比如說像剛才舉的例子 是你跑去問官員 官員會給你直接否認 國家對佛教是特別輔助的 他會跟你講一堆 其實都很平等 因為我們是經濟分離的國家 但如果你跑去參考別的一些因素 包括媒體的報導等等 你會發現那個官員是跟你講官員文章 其實不是的 當然另外還有就是 有一些中國大陸自己的邏輯呢 在外頭可能也不太能理解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像目前 大概三年前吧 三年前中國官方把雲南省 歹足上座部的一個僧人 等於說正式把它封為有點像Pishok的主教這樣一個展示 然後在中共見證以後 這個是上一次這樣做的 已經是1950年代 中間隔了60年 然後我很好奇這個新聞從哪裡跑出來 我在網上查資料 查不到 沒有資料 沒有背景 然後我有一次在一個場合遇到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中文講得非常好 當時我第一個反應是 這個搞不好是根本就是幹部 後來我是在哪裡發現這個人的背景呢 我是跟泰國學者的 從上的研究身上 發現這個人的背景是這樣子的 他是六零年代出生 然後出生以後呢 他與雲南歹足 他走大概十歲八歲的時候 跨境 跑到泰北跟緬北去 在上州不上潭受教育 待了十幾年 泰語年語都非常好 等到九零年代 雲南開放以後 他重新回來 然後呢 接受官方的 等於說招安 重建雲南的這個佛教 好 這裡頭要講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 你去找資料 找不到你在大陸的網站 找不到他的資料呢 因為我們按常理 我們都知道 雲南上座部 他那個語言跟文化 當然是跟泰國緬甸有關 這個是餘手當然的 但是其實在中國大陸的邏輯是這樣的 所以這種跨境民族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他的文化淵源是外頭的 但這個不准講 即使是事實都不准講 我剛開始在說完全搞不懂 我就問我那些 大陸土生土長的這個同仁 我說奇怪 這個不是common sense嗎 然後同仁跟我講說 其實你不知道嗎 在中國大陸的這個前規則是這樣子 這種跨境民族 他那個境外的文化淵源這點 是不可以講的 不可以講的 這邊剛才講那個僧人 他的背景整個官方是完全不提的 那像這種邏輯 如果你不熟悉中國大陸這種 其實 因為對大陸人而言 這種都隱形很熟悉的邏輯 他假定大家都知道 所以反而不會拿出來講 那我們外頭進去工作的 反而覺得奇怪這個怎麼會這樣子 那你要跟大陸的同仁聊 你才知道 原來這個對他們而言是前規則 不會講的 那所以後來我才從泰國的學者那邊 泰國學界還有泰國的佛教界 知道其實這個P-Shot 他等於是外頭訓練會來的 好那我想我就簡單到這邊為止 然後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謝謝劉老師 給我喝口水 稍微休息一下 那這麼豐富的資訊 我覺得有很多的問題 是我非常想問 不過就主持人的立場 我要把時間留給大家 對啊 所以那就我們現在開放我們討論的時間 我們還有大概15分鐘 然後就是 好 就是我們先請同學們 劉老師問問題之前的同學們 有沒有什麼想問的 電場 老師您好 我是剛剛說 說是成交送電場 那我有一個問題想提問 是這樣就是 因為過去我在對岸 對岸不管是防學藥 我是學習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很多的在中共的脈絡下面 很多宗教領袖其實在政協 就是我們可以理解 很多的宗教界 基本上都被中共的體制給吸納 那在這樣的過程中 那中共還真的有自己民間的力量 在跟外面互動嗎 因為如果今天像老師的脈絡講的 基本上都是透過這些被控制的 不要說被控制或半控制的人去海外 進行交流過程中 那一來是很沒代表性 二來在於說也會醜化中國在國際的形象 那他們的民間都勢力在對外交流 那讓大家知道他的本質 以上問題 謝謝 好 要不要是 要收集多一個問題 我想要延續學弟的問題 就是在這些做一線的那些宗教團體 老師指的是說是中央的那個 中國宗教團會 還是立場性的宗教團體 比如說像是海南島 或是像雲南這種跟東南亞社會 有地人優勢的 是他們這些地方宗教團體 去第一線跟東南亞社會 這些佛教團體做第一個聯繫的嗎 還是有中央採集的組織下去做 好 謝謝 我想兩位同學的問題都有一個連貫性 這樣說好了 比方說我們以東南亞雲南為例 因為你的 他那個對象是東南亞的上座部 所以他必須要找能夠對得上的人 在這個意義底下就一定是 以雲南本地歹足的 為最主要的骨幹來 應對這個免太的這個佛教 那當然我們要明白 中國當中的情況底下 沒有哪一個在最基層的宗教 當對方是在中國佛教協會之外的 沒有的 他一定是從屬於中國佛教協會底下 中國佛教協會底下 當然我們要明白 中國佛教協會不是一個宗教團體 還是修行團體 不是 他是一個實際上是用來管理佛教的官方部門 所以變成說當國家有這個政策要讓佛教去執行某些國家任務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選說你這個任務的性質應該由哪一個團體來辦 然後如果對台的話可能是福建佛教 然後如果對中南亞的話可能是雲南的歹洲佛教 但這個instruction其實那個chain of order都是從中央那邊來的 從統戰部、中教局、中國佛協、可能省佛協 然後就下到最基層的前線 老師我想再多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剛提到說這十年中國是想透過佛教去執行某這個話語權 那想請問就是在這幾年中國的官方或學者 有沒有發展出一套衡量佛教公共外交的影響力 就是他怎麼去評斷說這個公共外交是不是有產生效果 我想這樣說好了 就是在中國大陸不同宗教 在這種公共外交上扮演的早設是不太一樣的 那佛教結塊就剛才所講那個 當然你問說從中共認知的早度 這個成功與否 我想可能到我的理解 到2019或者2020之前就是中美這個對立那麼嚴峻之前 特別在面對東南亞的時候 面對南亞的時候 他們覺得至少沒有失敗 至少沒有失敗 那當然這裡頭談到何謂成功呢 要補充一點非常重要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當你中國大陸既的佛教都沒有很豐富很成熟的發展的時候 你跑到外頭去你能成功嗎 我們往往拜我們的在外頭的common sense 可能我們會這樣子問 但我要提醒大家 其實對中共而言 所謂的成功有高線跟低線之分 高線的剛才講了一點 但有一個低線的部分呢 是有特別針對性的 特別我們在台灣這個比較好理解 意思就是說 我們認為的成功是 我把我好的東西分享出來 然後贏了大家的信任跟支持這個的高線的成功 但我們會明白中共的對外統戰其中有一個 它部分名言的底線是 我不成功 你也別想成功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然後說台灣佛教在國際上 可能蠻能代表漢權佛教的 然後中國對這個很不高興 那它可能沒有能力在目前這個階段 從中國大陸推出一些很有水平的漢權佛教 那我們可能覺得它是失敗的 但它的解讀可能是另外一種 它解讀是 我只要讓你台灣佛教 在我的施壓底下 在國際佛教裡頭被趕出來 那就算是我成功了 那至於說我的佛教能否在國際上代表台灣佛教 那是一個高標準 之後再說 我至少幫你趕走 這個我們要記住 中共在這種情況底下 它的那個成功的理解 它其實不僅是比善比好 它可能是比爛的 它可能是比爛的 就是我不成功的事情 你也別再成功 所以往往很多時候 你說嘛 它比方說在國際團體裡頭把台灣佛教趕走 那在整個國際佛教社會裡頭形象好嗎?不好 但它對它來講 可能重點是首先把台灣佛教趕走 這個就是它會運用的一套邏輯 這套邏輯我們在公共外交裡頭 其實是一個剛好跟公共外交的精神三位被打 那個叫國家軟實力的硬實用 我知道了 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 第一個問題是我想問就是 剛剛想到重奏話語權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是在這個Pathmaking它的 這個制定過程中 它是屬於佛教界的團體裡面 它醞釀出這種利益的取向 還是由官方來下來去做制定這一塊 就到底它是有沒有是官方來主導這一件 還是它其實是反映了社會團體的利益 它去引導這一塊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延續的 重奏利益權的問題是 我們可以 我剛才聽到起來很像可以把比較是在 東南亞實施的孔子學院 尤其在華語教學上面 一樣是把台灣的華語教學從東南亞踢出去 可是在東南亞的層面 它很明顯一個統一的機構 就是由孔子學院來認定 來去實行它的華語教學政策 那在佛教這一塊 它沒有所謂的比較統一的團體 或是有 你是有漢辦 對 類似的 對 類似的 那那個佛教 國共外交有一個中心的機構 對不對 對 這是我問題 對 你先講兩個 謝謝老師 OK 這個所謂話語權 這個重奏話語權 這個 這樣說好了 其實 基本上把它明白地推出來的一定是官方 但問題是 我們要明白中國大陸的環境 官方一直以來的聲音對民間是有某種博索的 就是影響的功能 所以當官方提出這樣一個聲音的時候 其實在不同的領域 包括學術界 文化界 宗教界 你會聽到很多響應的聲音的 所以在那個情況底下 你要區分它到底是民間的還是官方的 有一點難度 因為我覺得基本上 那個 就是在大陸那個環境底下 尤其在這種事情上 官民之間的那個分歧的程度 沒有我們想像的高 沒有我們想像的高 那 再來 佛教的東南亞這個部分 就是中國對他們的這個發揮影響力 我想那個跟孔子學院不太一樣的是 孔子學院因為 其中一個重要的功能是教中文 教中文當然是你手上有那個 等於說球在你手上 可是如果你講佛教的話 他會遇到的難度是什麼 你要對東南亞上咒部弘揚大乘佛教嗎 你開什麼玩笑 因為你要知道 對東南亞上咒部 尤其對東南亞上咒部幾個不同的國家 他的佛教的傳統儘管都是上咒部 但保守程度是有差別的 最保守那個叫緬甸上咒部 緬甸上咒部對大乘佛教的印象師 你們根本不是佛教 你們是波羅門教 那裡頭宗教世界我就不講 所以說如果你中國在面對中東南亞佛教的時候 要裝起一部大乘佛教 要提到你的水平這個嘴臉的話 絕對是反哨 絕對是反哨 而且在這個情況底下 還涉及另外一個 就是你要進行這種互動 首先是語言 你用的是中文 所以我的理解是目前對緬甸的這個佛教的統戰 有一些個別的案例 他是轉變策略 轉變策略是什麼呢 就是你不要在佛教這個板塊上跟他游說 他那個游說不來就會造成反效果 但你想想看 緬甸其實不是一個富裕的國家 然後他們的生人也希望能夠有接受不同教育的機會 所以在那個情況底下 其實他們的做法是 中國佛教協會加上漢代 在當地的市院免費教中文 反而是能吸引的一群緬甸小和尚去讀 然後你讀得好中文讀得不錯的 你還給你掌聲金來中國讀書 對 是 有兩個問題想說 我來自周教授 我第一個問題是說 剛才劉老師說的那個 中國佛教外交 對類似東南亞一些穆斯林國家 比如說阿萊西亞、印尼 他是施行什麼外交政策呢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緬甸發生軍事鎮壓的問題 然後很多僧侶都出來抗議 那在這方面 中國佛教的外交政策是如何施行在這個以佛教為主 類似緬甸的國家 謝謝 馬來西亞的情況比較特別 因為馬來西亞的佛教其實是漢權佛教跟上座部的混合 而且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馬來西亞的漢權佛教裡頭的 至少到目前為止的代表人物 其實他們是在台灣受訓的 有一些是聖言法師的這個弟子 就法國上那邊的弟子 就他們是馬來西亞人、馬來西亞華人 然後年輕的時候在台灣跟聖言法師學習等等 這並且說馬來西亞的漢權佛教 目前等於說在這條的宗教防線上 他們沒有特別很接受中國大陸 是因為他們的 一方面當然是那些關鍵成員的台灣背景 但不止的 裡頭一定涉及包括宗教品質問題 包括這個更廣義的公共家機關的問題 所以我的理解是馬來西亞的漢權佛教 基本上對大陸的佛教是 不是特別很信任這樣說好了 那當然這個大陸的佛教有在當地活動 但你說真的能夠很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我的理解恐怕不見得 當然還有看什麼團體裡頭是有一定的差異 但至少他們有一些全國性的大團體 那個防線是站得蠻清楚的 那據說緬甸的部分 我想中國大陸的佛教 包括中國佛教協會 他們沒有所謂自己的外交政策 沒這個東西的 他其實完全是外的 官方給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就這樣而已 那目前我們在緬甸看到的情況是 最近的這個事情 中國官方是保持一個獨特的中立態度 獨特的中立態度就是 所有人都覺得這個事情不對的時候 他就說我不干預別國內政 那當官方這樣講的時候 你能期望他們的佛教團體會講別的嗎 當然不會 對 就是老師你剛剛提到說 他們中國在那個海南島三亞 設立一個上座部的這個佛學院 然後培育這個柬埔寨跟高棉的這個聖人 就是那他為什麼 因為這個上座部 他為什麼不把基地設在雲南 就是我不曉得原有是什麼 為什麼要特別要讓他跑到海南島去 然後第二個是 你剛剛提到那個香港的那一些會議 然後都是十分秘密 那為何不乾脆在中國境內召開 就是說在香港召開 然後他說怕可能會被衝擊 但是為什麼不直接拉回什麼上海啊 去哪裡召開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相關的就是說 香港現在的 你剛剛提到那個香港的智聯禁院的大佛 是 不是智聯禁院 不是 寶聯寺 寶聯寺 他的那個是跟解放軍 可能是有關 國家資助有關 那香港後來興起了 比如說一些 像李嘉誠 他投資了這個 不是投資啊 就是他 資助的這個慈善寺 他們跟中國的關係是如何 那他們有沒有他們對跟這個中國的這個佛教的大外宣的這些關係 到底是什麼狀況 先說凱南島 凱南島那個其實不是一個上座部的佛學院 他是一個還是一個漢權為主的 只是說他收的外國學生裡頭都是來自 柬埔寨跟遼國 那 我並不覺得他們在 海南島的佛學院會提供任何有關上座部的課程 我相信他提供的還是 佛教 還有就是可能是中國國情 然後再來可能漢神佛教一點點東西 因為 你可以想像 他提供這樣的課程給這些東曼亞的僧人 其實不是真的為了要訓練神奇人員 他目的是要聯運跟這些國家的未來的種角關係 那至於說為什麼是海南島不叫雲南 其實我不是很確定 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個佛學院的主辦團體 其實是深圳的洪法市 也在廣東省 我想有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地理上比較接近 跟這個 因為洪法市他等於是在廣東省 這一點我不是很確定 但這個可能是原因之一 然後 再來是那個齊山寺齊 齊山寺 坦白講 這個李嘉誠的這個佳廟在香港 他不可能不跟大陸有某個程度的來往 這個是一定的 你預期他跟大陸沒有來往 這個是不可能發生的 但是我的理解是他裡頭的法師反而沒有大陸法師 我的理解是他裡頭的法師很多是馬來西亞法師 馬來西亞的漢權法師 包括有一些人是我在波斯班的同學這樣 就是我想對李嘉誠而言 他大概也知道說大陸的佛教狀態 在可以有選擇的情況下不是最理想的 所以他裡頭的那個很多 包括好幾屆的方丈還有副方丈 其實是馬來西亞的漢權法師 原因很簡單 那些法師你單是看他們的教育程度 其實就已經要比大陸的大部分的法師來得很好 我想對李嘉誠而言這個還是很重要 你就是代表佛教的僧人本身 從一個世俗社會的角度而言 如果 其中一個是我同學 他是尤正畢業的 然後這個教育門我法師尤正畢業的 這個你就在香港社會 這種都是一定會是一個考驗民宿紀念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對不起 為什麼在香港召開 就是說 然後又怎麼秘密 他為什麼乾脆直接拉回意大利 我們要知道 一直到可能2019之前 即使過了2014的這個戰中 香港對大陸而言 還是有某一種特殊的意義的 就是那個國際城市 跟大陸的同樣上海的國際城市還是有差別 就整體的這個想法還是有差別 所以會覺得一個活動在香港舉行 跟在大陸的別的城市 包括上海舉行 實際上 從他們的感覺而言還是不一樣的 但問題是你在香港舉行 他們就會覺得這個需要冒一個險 然後尤其這個戰中以後 所以變成說 延續好幾年的會議 在香港舉行都很不成比例的評價 我想這個是一個考驗 因為如果比方說你在上海的話 他們會覺得這個還是會有差異 就是那個兩個城市的角色還是有點差異 好 當然聽到終身了 所以我們是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對 就是時間的關係 我想請教一下 剛剛有談到說在國際會議上 佛教的國際會議上 那他會把台灣的代表給趕出去 那我想請教 因為佛教他在國際會議上 他有很多面向的會議 那他會是屬於在哪一種性質的會議上 把台灣的代表趕走 然後哪些性質是比較不會的 簡單說是這樣 能敢就敢 對 能敢就敢 不分會議 國際會議有非常多種 對 學術性的政治性的宗教 對 這樣說好了 這樣說好了 OK 我明白你有問題 我想首先是宗教性的 就是 剛剛說全球的佛教組織的一些活動 那個是他優先要處理 然後他有沒有地域上 譬如說在哪個地方召開的 他超有權力感 譬如說在歐滿 歐美如果在歐美召開的國際會議 他有權力感嗎 之類的 那個往往其實是看主辦方 他能 立場能佔得多益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中國他一定會施壓 那往往就看你主辦團體 你能夠承受這個壓力 承受到什麼程度 那偶爾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主辦方拒絕 這個偶爾會發生 但通常是怎麼樣呢 就是越大的團體 越沒有辦法拒絕 反而是剛好那個會議 是小團體辦的 他有那個膽量去拒絕 但原因很簡單 你付出的成本比較少 就是你越大的團體 你拒絕中國 你付出的成本會比較高 那這個是比較宗教層面 那學術場面呢 我覺得學術場面 其實台灣佛教會鑽縫的 因為大陸的佛教學術 受限於一個很快的想法 他們會覺得佛教是中國人的東西 所以洋人的研究不需要看 在這個議題下呢 中國大陸的佛教的 佛教研究的 就是學術的部分 國際接觸面是非常弱的 所以國際的佛教學術結塊 其實是中國大陸目前還沒有辦法打進去的 包括我告訴法師女 所有知道那個IABS 叫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大概十年前有一年的全球年會在法國舉行 然後那個會其實是你們這個 德日系林鄭國老師拉進來的 像這個會中國大陸是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學術界的這塊 目前中國大陸還能夠有的影響力 是低於他對中小姐 好 真的非常感謝劉老師 還有各位參與者的耐心 所以我們給自己一個掌聲 謝謝大家 這樣這個問題告訴我們就是 我們可能要辦Part 2這樣 就是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在今天安排劉老師 會來講香港的問題 還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東南亞也是我覺得很多地方可以繼續討論 再次謝謝大家參與 干預大家下一堂課的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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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